你怎麼會做到生氣中心? 生氣中心這幾年來 其實上已經在做一些藥物研發 跟人工AI的結合 人工智慧其實上就是我們的智慧的延伸 我們如何利用這個AI技術 去幫忙我們加速我們的研發 其實上在生氣中心這邊 也已經開始有一些琢磨了 我們其實上從兩點來看 第一個就是人工智慧需要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大量的資料 生氣中心這幾年其實上已經累積了一些 包含了我們叫ADME的資料 所以就是說吸收、代謝、分佈、排除這些資料 還有一個毒性資料 我們利用這個資料的話 去利用人工智慧去train這個model 然後這個model之後 就建立這個演算程式 在這方面 演算程式的建立並不是生氣中心的專長 目前我們是透過合作跟台大曾宇鳳老師 曾老師是跨領域的專家 他同時是智慧所的教授 所以我們跟老師的合作在AI這一塊 主要是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藥物動力學 如何去讓動物實驗減少 然後宣導藥物的數目測試數目減少 這個方面 然後得到更有效的藥物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讓毒性更少的藥物 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在Discovery這邊的話 我們跟老師建立一個叫 我們叫QSAR 也就是說結構跟活性的這個 也就是說在早期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合成大量的compact 利用AI技術 我們就是QSAR的這個model 來幫助我們去加速藥物的選擇 活性的篩檢 其實讓這個方面我們有自己的平台 幾乎每年我們都有一個IND的小分子要IND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從原來的五年變成三年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知道 如果研發速度加快了 其實讓整個市場的impact很大 我們知道一個研發藥物 大概目前統計是26億美金 對不對 如果我們能夠加速的話 減少10% 那是什麼 我們可以減少成本大概是2億6千萬 所以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 所以將近說這是我們的目的